幸福台灣,微笑澎湖 小編在整個南海的萬安鄉為你做現場的報導 現在我們來到這正前方 就是所謂的整個南環裡面的澎湖群島裡面 最南的鄉,叫做萬安鄉 那萬安鄉的歷史背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萬安鄉呢 它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 它有古老的花宅不錯 也是綠細貴的故鄉 更是澎湖文石的出產地 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比澎湖另外一個島嶼有不遜色 萬安早期的名稱叫什麼呢? 不叫萬安,早期叫巴兆 那萬安這兩個字是因為 因為是萬安的名稱而因而來的 另外還有一說是來自在整個1661年正成功 他從大軍,從金門跨海來台之後 途中有經過在澎湖 最後正成功不是有去整個台南嗎? 收復了整個台南 然後收復台灣的時候 經過了整個海上看見 整個這個島叫巴兆島 所以呢,他頓時興安 所以把之前早期的名稱巴兆島叫做萬安島 看到這個島就會興安的附和 那萬安鄉是整個台灣澎湖縣一個的鄉 是澎湖面積最大的一個離島中的最大一個 目前的面積有1315平方公里 他萬安鄉包括有19個島嶼 其中有6個有人島,其他是無人島 景上的景點呢 大部分有一個比較大是花宅 花宅是萬安花宅中的重要聚落 以來在2001年有文建會列入台灣第一個的重要聚落 他範圍又叫做在中社 因為在整個萬安鄉的中間 因為社區有一個突起的山丘 稱為人稱的花心位置的人民 所以叫做花宅 那後來因為在整個歷史的變遷 後來改名叫中社村 那萬安花宅聚落已經有歷史有300多年的歷史 世界文物寶物建築基金會列為全球百大平民土地 在整個台灣文建會的公告範圍 重要的部落面積約59公頃 因為缺乏整體規劃 目前大概有150間的補作風塌倒壞的部分 而且在整個天台山目前最高的第一高峰 又叫做天台山 天台山只有叫做蜜月島 天台山擁有澎湖最古老的玄武田地址 在1740萬年前它已經形成了 整個萬安的第一高峰天台山高度有56.5公尺 屈身57公尺 是萬安山的最高點 整個屈身是由徽岩掌斑岩所組成 現在所看到的就是所謂的整個萬安的部分 我們要跟所有的萬安跟他說真的再見了 幸福台灣微笑澎湖小編Steven為下現場報導 今天是2017年4月11號澎湖花火節的第二天 現在是早上的10點30分 拜拜